路旁一辆轿车停在斑马线上 一个黑色人影从人行道上走出来 越过轿车突然就在驾驶座旁边蹲下 整个人蹲在路中的斑马线上 就这样不动了 大约10秒钟后方一辆游览车开到这边 准备右转撞到他了 警消赶来将伤者抬上救护车 不知道他是痛苦喊叫 还是有其他原因 当时意识模糊 怎么会有人蹲在路中的斑马线上 我们要知道的人提供 他走路走走走走走走 他就看他要过眼睛 怎么会有年轻人 不知道是有喝酒吗 没喝酒我不知道 意外地点在台中 台湾大道与国际街口 对面就是东海夜市商圈 1月2号清晨6点多 台中市飘雨断断续续 天色昏暗 游览车驾驶没看到行人蹲路中发生意外 女性男子碰撞后 送农种医院治疗 警方调查游览车司机酒测值是零 没有喝酒开车 但他没注意车前状况 还是有罩泽 至于行人为何蹲在路中 警方要等他治疗清醒后 才能进一步调查 TVBS新闻赖重荣 廖文汉 红彩人台中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